这个游戏叫做酷盖大赛 几位队长不能笑 只能保持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要选选手 上来想办法把你们逗笑 王总来打个样来 来 准备 三 二 加油 太多大赛 太棒了 谢谢王总 为我们带来教科书式的强硬的搞笑 BAY E AHH AHHHH AHH AHH HAAHH Oriend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怎么上边的王晨晨 王晨晨 怎么这么准啊 啊啊啊啊 好的恭喜程晓老师 哈哈哈哈 shadow 你太狠了 啪就甩到了程晓脸上 那位有请程晓老师 哎呦哎呦哎 等等一下子姐 你很酷 那屏幕是你在街舞 有没有交到好朋友 说出他的名字 并说出一个 你们共同的回忆 啊其实我就合作的 只有马东杰和Gumbo 然后呢 共同的回忆就是 Gumbo被淘汰了 就剩了一个 一天到晚说人丑的马东杰 哈哈哈哈 认识他们两个 一个当时就被淘汰了 对 一个下一期肯定会被淘汰 哈哈 这里这里好的 雨昕老师看这里 哎好 还得签个名啊 对对对对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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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不是垃圾桶了 那个蛋在垃圾桶 那鸡蛋要砸吗 这个叫做流体化 还是你选很多不同的颜色倒进去 然后加一滴那个硅油 然后往上一倒 就像巧克力一会儿 好像巧克力一会儿 你在吹话啊 哎呦可以啊 有点水墨丹青的意思 哎呦吧 哎呦 有点比加索的艺术啊 是吧 你说咱们像不像在幽儿园里 在幽儿园里 哈哈哈 跟老师做了手工课 这个我们就留下来了艺术品 早说我教的艺术眼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哦 王道掉了 这天真把我笑疯了 你亲眼看到了吗 要被甩水里这个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没事 呃很开心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美人鱼 你我笑了 哈哈哈哈 嗯了一下 但我没看那么清楚啊 就看到一个急弯 没有 我我我说带他回来 他说走标一下 我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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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来个游戏啊 这游戏有点难 啊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 我们石头剪刀布 两个手一起啊 石头比如说我哥来来来来来 你会啊 咱们说左一拳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一二三走 左一拳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五五 五 左一拳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局两胜 来吧 左一拳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哈哈哈哈 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个足球赛了 每队必须都有一位队长参加啊 我觉得让那个路导上吧 我们看到跟队和路导开始摆烂 哈哈哈哈 最好 全部防守人上来 老一座小鸡 跳 啊 牛皮 耶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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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街舞 救命啊 啊 这次一波呢 你可能会被抓起来 压力全部来到了 Bed Machine 这人俩被破坑了 为什么 他发生了什么 马上开启我们晋级总决赛 最后三个名额机会 第一轮 带定选手复活赛 第二轮 晋级选手救人复活赛 第三轮 大师团救人复活赛 Bed Machine 然后就是马东杰 还有 Yuki 他们是都很强 导致的是你一轮都不能输 晋级的每一位舞者 你们有一个权利 把自己想复活的舞者名字写下来 为他而战 太猛了吧 哇 太猛了 我觉得这就是大师团们 能为孩子们做错过一件事 送他出港 送到自己的赛 我觉得大家都为自己的团队 自己想要争取的人 去努力的时候 这份情绪 还是很有感染力 究竟谁能成功踏上 通往冠军之路的征程 我们今晚 将见分晓 在马上进入总决赛之前 我们专门准备了这样的一场 必赢典礼 哇 哇 我们有四个年代 这一场舞台 C也对 我从来 C也对 C也对 我从来 我一样 一起踏 一起踏 然后 我感到 我的天啊 他在这个舞台 突破很大的 以前他都很依赖我们 但这一次 我觉得这个成长特别大 我们尝试 从来自从来 我们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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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所有的舞者 外国人 中国舞者 都会给予我们的希望 和能力 继续舞 谢谢大家 谢谢 听得爽 我们这个是心愿作品 对 他们也有自己的心愿卡 来一起看一下 想放出来 冠军 最大的心愿拿冠军 看到一博队长在练 BREAKING绕腿 很想和他一起交流 而他最大心愿是和刘雨昕一起跳舞 然后最大心愿是和Dekken Sniper Shadow 朱洁静老师 Karton Kilka 他跟队长一起去上海迪士尼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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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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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Dekken 然后韩庚队长一起去长城 去长城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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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几句话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练舞 多比赛 千万不要忘记初心 你们是街舞的未来 未来可期 加油 大家好 这里是街舞要弯末 大家好 本周 这就是街舞 来到总决赛前的最后一亿 为了最后三个晋级名额 所有人都上场拼了 第一轮 带定选手 复活赛 第二轮 晋级的每一位舞者 你们有一个权利 在全场 你最想让他晋级的人 为他而战 第三轮 如果在台上 有你想要帮助他复活 晋级到总决赛的选手 我们大师团们 请来到舞台上 这场battle赛意义非凡 舞季以来 这些舞者们的命运 连接在了一起 全部带定选手 只有一人能够通过battle 直接晋级 对于已经晋级的选手 虽然救回的人 会变成总决赛的对手 但此刻 他们仍在为了复活他而战 对于大师团而言 能否借自己的力量 帮助年轻舞者们 迈上更高的舞台 将是他们为青春季 保驾护航的终极意义 非常喜欢你们这个 为了兄弟拼的 加油 加油 battle过后 激烈的battle过后 等待大家的是一场 温馨的必赢典礼 不管你们是在今晚 将离开舞台 还是将冲刺总决赛 都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最后给你们留下一份 美好的回忆 大师团和年轻舞者们 组队完成了初心制作 四位队长也分别送上 必赢赠言 我还有几句话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主题是青春季 在大家的身上 看到年轻的力量 把你们的所有的能量 全部投入在这个舞台 你们是街舞的未来 未来可期 加油 队员们还分享了 自己的心愿清单 一些有望在未来实现 看豆豆 有起源地领证 哎哟 另一些 能否立刻得到满足 看到一博队长 在练breaking绕腿 很想和他一起交流 大概只有这些 能让人一会儿紧张地 透不过气 一会儿又幸福地 甜蜜蜜 青春季的剧情 变幻莫测 不如周六老时间 来优酷相约 一起揭晓答案 本周一起火锅吧 四位队长化身艺术达人 开启DIY创作模式 这能做吗现在 来 你们可以每人做一个 期待队长们的成果展示 这次的艺术品 我们就当是本期的队长留念了 好了 好 吃饭 一起来 一起 火锅吧 吃饭聊他的话题 自然离不开本季的舞者 和他们的作品 画五种作品中 让我们意料出 出乎意料的合作是哪个 最印象最深的合作是什么 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觉得有次组 我是三个 刀垃圾 我还得唱 对对 但玩了之后一想 这不刀垃圾的歌吗 饭后队长们又玩起了哪些小游戏 两位王总编剧 又一次上演了EV1的单挑 左一拳 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出来 胜负结果如何 与之详情 周日一起火锅吧 不要错过 街舞拳记录 本周继续带来这些青春季的快乐露营时光 队长和队员们体验各种球类运动 率先拉开虚目的 是红篮两队足球赛 选手们装得人羊马翻 自告奋勇 担当裁判的王指导 成了全场最忙碌的人 有点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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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骑橄榄球 虽然听起来冷门 但也难不倒我们的队长和舞者们 看来大家都是有点子运动细胞在身上的 经过了一天的努力 大家终于接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篝火晚会自然少不了娱乐活动来助兴 这边究竟还安排了哪些趣味游戏呢 周六晚街舞全记录 看了就知道 一周这些精彩就为您预告到这儿 进入本季决赛的全部13日名单即将出炉 究竟谁能登上澳门总决赛的舞台 本周六晚这就是街舞悬念揭晓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